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小桥 瞧朝野 大桥 瞧两岸 那这指谁呢 就是指王金平 他在台湾可以瞧朝野的很多事情 他在两岸可以瞧很大的事情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王金平 大家都认为他是蓝皮绿骨 然而各位看 6月27号 发生了一件事情 陆委会的副主委梁文杰 宣布把中国大陆地区 旅游 由黄灯转为橙灯 橙就是橘子的颜色 叫做橙色 因为台湾有四个灰色黄色橙色跟红色 就是两岸之间没有什么大事 突然一夜之间 突然在一夜之间 他马上公布大陆旅游 是台湾同胞不适合去的地方 马上把它调为橙色 那是三级跳 因为过去我们在中国大陆去旅游的时候 他灰色那也不是他黄色那也不是他橙色也不是 也不是红色 而是说自然安全的区域 现在突然三级跳 这里面各位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家都认为陆委会不可能在这个时候 卓龙泰说两岸旅游会按既定计划逐步开放 那梁文杰居然敢打脸卓龙泰就宣布那是橙色 那显然是出自上面的指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台湾所有的旅游股 所有的航空股 因为这件事情宣布 无意紧的宣布 结果股票大跌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宣布那一天 就是王金平回台湾的这一天 这三者如何把它串联在一起 为什么会在6月27号宣布 那国台办说这是一个政治操作 事实上这不仅是一个政治操作 而且是赖清德的杀鸡敬猴 我们今天针对这个问题 我请到了我香港的好朋友 港台大白话的节目主持人陈锦胜兄 跟各位共同探讨 锦胜兄好 李华兄好 最近自从4月份马英九 到中国大陆访问 接下来就是傅昆奇 然后最近前几天 王金平又带领了国民党的本土派 李千龙等去了大陆访问 那么一股旋风 当然引起了赖清德的恐慌 那么同时 最近大陆两院三部 又对台湾的顽固的台独分子 进行惩罚的提出了22条的意见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台湾的陆委会的负责人 梁文杰就宣布了 这有关于台湾同胞去大陆旅游的 一些成绩 他又升高了 那么这一系列的民进党的那些反应 表面上看来是对 这是大陆提出的 两院三部的一个意见的一个反制 那么正好 王金平最近继续拽赖清德当局 他继续往中国大陆跑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王金平又是台湾的本土派 但是在国民党里面 还有相当的人脉关系 就是他跟民进党的一些官员也好 而且立法机构的一些民代也好 都有相当好的一个关系 比如是像王金平跟柯文哲 关系都非常友好 那么赖清德如果对王金平杀鸡敬猴的话呢 那么下一步会不会这个产生骨牌效应 这个到了本土派这个念想 由此以后呢 这个没有人敢这个往上路跑呢 这个有花兄请你跟网友解释一下内幕的一些情况 谢谢 各位要知道台独二十二条 两院三步宣布台独二十二条 我可以告诉各位 他是6月21号 可是他是6月27号 突然宣布 进出中国大陆是橙色灯号 6月21号 刚刚好是王金平去中国大陆 那他去之前 赖清德是希望他能够不要去 那派了郑文哲跟罗文家去跟王金平谈 王金平他还是要去 这是第一个啊 那第二个 王金平去 各位晓不晓得上次李乾隆 公庙团体啊 多少人去中国大陆 规模超过了 谁 规模超过了洪秀智 马英九跟连胜文的总和 至少 公庙代表 公庙系统啊 他代表人 一千人 一千个人群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 王金平这一次去 昆山 是完完全全 印 言清 标 标哥 帮他 马祖文创产品 揭幕 那显然 如果王金平真要率队的话 他旁边一个标哥 一个是李乾隆 他们三个加起来 如果王金平第二次登陆 那请问一下 会有多少人 我告诉各位至少三千人 你赖清德就是根本不想台湾本土派的这一些人 去中国大陆 你马英九去 你洪秀柱去 我稍微骂一骂 批判一下 那洪秀柱也好 你马英九也好 结果呢 结果除了对骂 就没有下文了 可是各位看看 王金平去到现在 赖清德 赖清德没有讲过一句话 但是在他回来以后就马上公布 陈色警戒 那是什么意思 就警告这些台湾本土势力的 宫庙系统的 然后对于宗教是有热忱的这一些人 你们再去中国大陆给我试试看 这个是杀鸡警红 那第二个 赖清德跟王金平 跟国民党的王金平 不是没有交情 也不是没有交集 他反正劝你不要去 你给我一个面子 但是你还是去了 去了以后你绝对不是我的朋友 所以他就等于打脸王金平嘛 我就直接生成城市 我就看你怎么样 那至于王金平瞧两岸 他瞧两岸是什么 宗教文化旅游 还有历史的交流 你更重要的是 王金平是希望到几个道场去 峨眉山呢 舞台山呢 浙江普陀山呢 他希望到这个道场去走走 这么一来的话 台湾本土的宗教信仰 都要什么 通通都要信奉到 中国大陆那边去了 所以他把马祖抹红 把关公给抹黑 他主要的目的 这个神到我们台湾 到我们台湾 已经是落户了 跟你中国没有什么关系的 现在赖清德是搞这一套 那当然王金平如果真的带了宗教界的人 真的去四大道场的话 那你说 我想请问一下 民进党透过公庙系统搞选举 他兜的转吗 兜不转的吗 所以我跟景胜兄讲 他这一次的宣告 是趁王金平回来的时候 突然宣告 那你不觉得这个 这个幕后 是有某一些政治扬谋 那我不能讲阴谋 他至少是一个政治扬谋 就是说我压制你 你本土派 否则公庙系统一旦动摇的话 对民进党的政权影响太大 景胜兄 这个宇华兄刚才讲到 那个王金平 他不但是一个本土派的一个领袖 而且呢 他是一个宫庙派的一个领袖 刚才讲到那个严清彪 这个就是在那个宫庙里边 他是一个 正南宫 大甲正南宫 大甲正南宫 这个在台湾呢 这个影响力非常大 台湾这个民众啊 大概是有绝大很大一部分人 都是这个信奉这个佛教 还有一些那个其他的道教啊什么 这个势力非常大 平时呢 大家就不留意 到选举的时候 宫庙系统的势力 他那个票啊 是非常的厉害 一个团体 比如打一个比方 一个一贯照 台湾就有上百万的这个自重 如果他那个 那个道里边的那个领袖 只要说他要投这个民进党 那么那些道友呢 就跟了去投民进党 如果那个道里面呢 那个领袖要投公民党 那就会投公民党去了 所以这个势力 是非常这个大的一股势力 啊 这个所以耐心的呢 对王金平啊 现在呢 他也是非常的这个敬畏啊 这个又恨又怕啊 所以对王金平登岸啊 这个他要进行这个轰杀 这也是说明了 他呢 这个对这个公庙系统 对本土派呢 他的一种这个啊 现在的也非常的反感 所以这个让陆委会的那个 发出了这个陈舍的那个警告啊 对王金平是不是这个情况 应该这样子讲啊 各位晓不晓得 赖清德这次拿到四成的选票 你晓不晓得公庙系统 他跑走了多少的选票 这个是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讲的啊 民进党这一次赖清德的票 为什么拿的那么低 第一大党变成第二大党 各位晓不晓得发生什么原因 公庙系统的票 至少跑走10%以上 公庙系统的票 跑了10%以上 这个就是赖清德显胜的一个原因嘛 那这一次各位仔细 再仔细去看 青鸟下乡 青鸟下乡 各位去看 支持他的公庙的人 好 支持他的公庙 大概很少 没有像支持民众党跟 跟国民党那么多 一夜之秋 赖清德 他也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那现在呢 你表面上是说 陈色警告 陈色警告 如果我们个人去中国大陆 影响力不大 李乾隆一次可以 带领一千多个人过去 那其他公庙纷纷 顺着这条路走的话 那岂不是会危害民进党的根本吗 所以我就讲 小桥 桥 朝野 赖清德 朝野 桥不定 然后两岸 他也 桥不定 大桥 桥两岸 他也 桥不定 这个时候 如果公庙系统可以图穿 可以让赖清德的选票 大幅度流失的话 你想想看 他发布陈色警告 究竟是警告谁 就是警告李乾隆啊 王金平啊 你们这些公庙人士 最好不要给我去中国大陆 一来 声势浩大 二来 影响我的选票 三来 他也不支持 大陆的公庙系统进步台湾 所以他要断绝两岸之间的 公庙文化的联系 这就是 为什么梁文杰敢打脸 卓龙泰的原因 就在这个地方 也打脸了王金平 如果第二次你还想上 五台山 普陀山 或者峨眉山的话 王金平你就给我等着 我第一次是劝你 第二次我是打脸 那第三次可能就是开刀了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谢谢景深兄 期待会儿